強烈譴責所有的暴力分子 因為在我們擺街站的過程裏 不止一位義工 或者不止一個街站 受到不同形式的滋擾 亦都呼籲我們是一個和平理性表達的機會 讓香港市民可以站出來表達 對於國家安全立法的支持 那懇請大家可以繼續在這段時候 到我們的街站和網上簽名表達大家的聲音 新聞黨都是全力支持全國人大剛剛通過的決定 我們希望這個條例是盡快可以完成 因為目前是缺乏細節 我們希望這個港區的國家安全條例 是符合香港的普通法制度 讓我們可以在維護國家安全 和保障人權自由之間取得平衡 經民聯認為只有盡快制定港區的國家安全法 才能夠確保香港社會的安寧和穩定 商業活動才能夠如常運行 而我們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才能夠保持 工聯會是堅定支持全國人大的決定 亦都希望有關的特區安全法 能夠盡快公佈實施 這也是我們很多打工仔女的期望 令到我們可以回復衰日的安寧 自由黨不是支持人大這個決定 我們覺得國家安全是沒有得妥協的 特別是我們香港近年來 我們的社會和市民不能夠安居樂業 更加我們商界亦都沒有一個營商環境 可以繼續經營下去 所以我們是支持這條國安法